Dong Dong Donkey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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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dy Heaven delete Baby yesterday 大家好 今天呢 我要来担任这个小姿女 来跟你们开箱跟分享 最近非常非常夯的日本知名锌店 Don Dong Donkey 最近呢 他们在马来西亚呢 开了第一间分行 Ench occupational 我是误打误撞走进去的 然后误打误撞的 排了10分钟的队 然后就可以进去逛了 所以今天呢 我将会给你们分享一些小peppo 什么时候去不用排队 怎么去 main entrance在哪里 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事项 还有去DodolongKey 需要准备什么吗 东西会很贵吗 一定要花个上百块吗 我呢今天就是来教小子女们 你们的钱呢 要如何分配 哪些东西会比较偏贵 哪些东西比较值得入手 before that 当然是要给你们看 我当天逛DodolongKey的影片 诶 没有几分钟 但没有几分钟 脱鞋 我许比我比较大 大概只要等小钱啦 老公 等一下 亏小孩吗 所以一进去这边呢 就是level 2啦 我不知道你们听到我讲话 没有 就是比较lifestyle的东西 比较生活用品 这一楼 不只很好看 我们讲 Let's go 比较吃的 这边有文具 后面后面呢 就是比较像Watson那种美妆 一点点的色彩 not really美妆 就是要买油啊 灯啊 买吃的 很厉害的 很多shabu shabu的东西 肉啊 菜啊 对不对 对不对吗 因为 对不对 这比较宽一点 比较宽一点 上面非常窄 那个走廊才这么小 然后全部人挤来挤去 挤来挤去 把这边就比较宽一点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那么热 原来 itadakimasu 我吃了蝦 它看不像蝦 很肥美 它是軟軟的 它沒有咬完的感覺 它就是 怎麼還沒玩 它很厚 真的不誇張 我剛剛吃第二粒 我不得不說真的很好吃 掉了 開動 開動 嗯 嗯 嗯 它剛剛咬下去的時候 還沒有burst 你先咬到飯 然後那個開始爆 一粒爆 兩粒爆 三粒爆 然後全部一起爆的時候 然後那個鮮味出來 感覺來就鮮 然後我不想開口 講話是因為 我不想浪費那個 鮮味 因為這個我剛才 這個Static我出來 第二粒我關嘴巴 吃 好吃 超好吃 開動 飯太大力了 鮮味很像 鮮味很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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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飯有點多耶 吃不出那個鮮味 我要分開吃 飯應該起來不多 可是 上飯有點蓋住了 那個魚的味道 可惜 所以現在我們要分開吃 因為應該我覺得飯太多了 它不像這種 小麵一吃進去就覺得爆是怎麼會咬的 慢慢慢慢喔 你在嚼它的油脂就會出來 它是那個油脂的香 那種Omega的味道 剛好 不會覺得很膩 可是我覺得它沒有到爆發 是很新鮮 可是這個 讚 非常讚 我再吃一點你看 我單吃這個 一個 二雅一棒 不要 你幹什麼嗎 乾杯我 兩種很乾淨 很濃 很甜 很好 有点健康 很棒 就是11点晚上才Cut-Off 就是给你们多一个小时这样 Cut-Off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你在10点或11点之后排队 他们不会给你排了 所以想要去逛Dot-Donkey的小侄女们 你们要记得这些事想 还有偷偷告诉你一个小Peppo 那个stuff告诉我们 我们离开 weekday的时候 早上daytime是没有Q的 可以直接walk in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可是那个stuff亲口告诉我们的 You can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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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luck 我们当时是拜六吃饭时间 差不多7点 我们7点去我们只排了10分钟 应该是1-2分钟而已 因为他们是一batch一batch这样进去的 所以不会到非常长 听到小子女说 嘖嘖嘖嘖嘖 Lotten那边是不是很难找到parking 我是不是要去pavilion那边park 那边parking是不是很贵 我对Lotten那边不是很熟 可是照我印象中我去的时候 其实比较难找parking 而且pavilion我跟你讲 很容易一下子就到 标上20块的car park ticket 所以呢小子女们 请改大MRT OK 非常方便 我们是从Felio Diamantara那里 搭去这个pavilion 差不多一共5站 一趟是2块8 所以来回是差不多5块6 如果你要把你的car park 在Felio Diamantara那个站的话 对 那停车费是差不多4块8 4块3 如果你一个人去的话 10块不到 所以呢相较跟pavilion 你要躺在那里底下 我是觉得蛮划算的啦 要去那边找parking 然后找到办事 然后parking fee 再添加 另外一个重点是 那个站 那个MRT一到那个pavilion 他旁边就是dododonkey了 OK 这个是为什么我误妆撞进去的 因为我本来是去看西装 然后我们就去看看 如果对我不会很长话 我们就去拍这个视 看那个10分钟 接下来小peppo number3 我真的看吐了口水 到底要从哪里排队 我知道很多小子女们 是一下来MRT就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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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进去那个ground floor 那里 OK no 那个其实是exit 不要被骗了 就现在看我的影片 我们两个队伍呢 是从level 2 也就是说我们三楼啦 是ground floor level 1 level 2 alright 是从level 2排排排下来的 我们当时就是排在level 2而已 队伍不长 所以你们是从level 2 逛逛逛逛逛逛 再逛逛逛逛 再逛逛逛逛 然后再付费就走出来 所以你们不要就傻傻的 就是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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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guard那里 然后guard就跟你讲 oh see to guard level 那来不及讲 2的时候我跟你讲 已经有几十个人 各过你了 OK 我想时间是金钱 如果你看到影片 就行转的哦 自己说 不要小看这些小小的政策哦 还有还有 要切记排队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事项 就是不要以为哦 那个securityguard 就是给你进去 OK very happy了 对不对 记得他们是会派给你号码牌 不知道他们号码牌到时候 会不会换 可是我那时候拿到的是 其中一个身体不为的图片 alright 听起来很A版的 就是一个很kawaii的小图片 一定要拿着哦 你不要觉得 诶什么是杰柱吗 拿来连 拿来拍照 拿来拿去 然后一键punky了 可是这个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抓着 抓到排队到你的时候 你要把奥马牌还给他们的正义 是officially拍了对的 非常容易 容易出汗的人 就要不要把它握在手心上 到时候一开化掉了 我跟你讲 你到时候不要一哭二闹三上吊 我跟你讲 我小子女有告诉过你咯 那三楼呢 怎么区分呢 OK姐姐告诉你 Level 2呢 是卖比较居家的用品 包括锅子啦 Random stationery 或有帐篷 所以比较 嗯 I don't think 小子女 玩光那里 alright 没有什么特别东西 就直接剪 因为通常你进去 你会觉得 好新奇 日本的东西啊 可是那些东西 我都觉得是在你家隔壁的阿光文具店 都可以买得到的 And 我跟你讲 去到那里 其实就是要买他的美食 对不对 你下到去Level 1 就会开始 真正的发疯 他有卖很多 就是零食啊 生手品 寿司啊 甜点都有 他们也是有卖一些蔬果 如果你是没有去过日本 可是心里很想体验 当个日本阿桑的感觉 去买菜 Then OK 你可以去买那边的Dai Con Wish 这是你可以在Pushima 买到的白萝卜 还有重点是那里有卖 Wagyu beef 就是很多种类的那种刷刷肉 他们都有卖啦 最后就是到Ground Floor 也是要卖零食啊 跟一些包装食品 如果呢 你是为了那个零食 美食冲着去的呢 我就建议你 直接去Level 1 And Ground Floor 跟你说跟你说 Level 1 跟Ground Floor的东西呢 你相对来讲 是比较划算的啦 因为我不相信 你会对这种 25块的钥匙圈 或是25块的凉鞋 而阿光文具店 都可以买到的1块钱 Blue Pan 他们卖25块 所以当个聪明的消费者 这这这 我的东西东西会很贵吗 我的Budget 我大概要set多少呢 给你一个range 有吗 都有的 你可以尝试穿他们的Hybrid Beef 也是那种刷刷肉的话 OK 差不多80块 我就目测啦 很大一点的 我觉得可以10个人刷来吃吧 10个人分 才是过1个人8块钱 可以的小子女还可以 当然呢 它也是有Budget一点的牛肉 或是牛舌都有 从30块到50块都有 姐姐姐姐 我家是拜官银的 不吃牛肉 那我觉得我会吃什么嘞 哦 拜官银吼 我跟你讲你也可以吃Sashimi 它的那个Sashimi的range 蛮广的 最比例10块都可以买到 到35块这些比较Budget的range 就是包含了Sashimi 还有一些sushi set 可能比较便宜的 它的份量没有那么大 可是如果你要have a taste of You know 日本的Sashimi 没有去过日本 或是去了日本 还是很怀恋那个味道 Why not 因为这种35块 我觉得在日本找不到 我很找不到 最多是给你烤一块Skallop而已 OK 35块 我觉得它们的Sashimi 跟日本比起来 我觉得划算很多 你去那种黑门市场 看哪里有35块的 No 就是一粒啦一粒 它们的甜食呢 就是mochi 差不多7块钱 几乎跟那个日本兑换率 差不多一样啦 蛋糕9块9 一粒 Skallop 跟马来西亚一样的价钱啦 OK 1块 9块9 就是imported from Japan 饺子女们呢 如果你是跟朋友一起来呢 你其实跟朋友一起share 可以买一些比较便宜的sushi set 或是几个sashimi 然后去到它的用餐区去吃 你四个人来处的话 一个人30到35块 我觉得你已经可以尝试到 日本的很多不同味道的美食了 不需要跟网红一样买到800块 拜托人家一个月配多少钱 一个影片上多少钱 你跟我一样小织女 我这个影片上去 你会有view吗 Hello 真屁啊 我是跟你们纯分享而已 OK 我是佛心来着 不赚钱 没有view 没有view 还是跟你们这样分享 所以你们看到这里 我跟你讲 是你们的福利哦 等一下我会给你们一些福利的 讲真的 它的零食其实没有吸引我 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没有去过日本哦 所以我就很想 购买那个日本的零食 try try try看 好吧 既然你没有去过日本的话 然后你也觉得你排了那么久的 对都进去了嘛 对不对 真的很想买的话 它的那个零食的价钱是差不多 便宜的你可以找到10块的啦 就是那很基本的空饼干 OK 如果你是想要买比较好一点的呢 就是那种 scallop干的 对不对 就我去日本币买 那个就是50块马币 anyways 我昨天就是 somehow 我就买不下手 之前进去的时候呢 Mr Liu呢 他其实就是有问我说 你有什么零食是想要买的吗 然后我都想说 我这个日本零食才好耶 因为他记得我很爱那个干的 scallop 然后我说 噢呀 这有这个东西在 然后他讲 如果有的话 我们就可以买买看 如果不贵的话 然后我就要乱经过 然后听到隔壁的女朋友告诉他的男朋友 你看 日本人很有创意咧 他们竟然把那个 scallop可以做成零食 然后我跟Mr Liu就讲 就剩下一包 OK 就是那一包 然后我们就趕快去拿 然后看到价钱 我就想说 Yeah it's alright 就是50块 我去日本的时候 你会觉得就买而已 就去到那里了嘛 在马来西亚 我就觉得 啊 算了算了 OK 我也没有多点啦 好不好 酸葡萄 Anyways 我吃到他们那个 boiled scallop 已经是非常满足了 才10块钱 里面有无礼 我知道一些小子女 你们没有去过日本还是什么 太疯狂了 就想要大买特买的 建议你不要 不要大量购买日本的零食 因为他们的赏味期限呢 是非常有限的 非常短很快就expire了 买适量的就好了 反正以后要再买的话 再过来排队啊 反正你们跟我一样 有的是青春嘛 小pepper 如果你是吃货的话 记得一定要带 薄冷袋 你们平常带的那个 保温袋啦 因为你们可以把你们买的 sashimi啊 sushi啊 装进去 或者你们要买那个 抓刷肉都可以放进去 我们是没有plan要进去的 所以我们什么也没有准备 and ended up 很多东西都买不到 就只能买现场在那边吃光 据说 根据那个店员 他们其实好像是会给你们那个 ice pack 因为那ice pack 我不知道可以当多久 而且你们不知道要逛街可以逛多久 所以最好还是带自己的 薄冷箱 跟自己的ice pack 好啦 今天呢 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你问我啦 我会不会再带回去这个toto donkey呢 不会 如果我刚好经过路过 而且不需要排队呢 ok 我可能会进去逛他的那个美食区一下 不会啦 不会啦 我还是觉得我不会再去了啦 因为sashimi 我在公司附近那些日本店都买得到啦 你去到那里会有日本的feel吗 讲真的 没有 ok 没有一进去全部的马来西亚人啦 讲华语的啦 讲马来文的啦 印度人我是没有看到 就是很像你在进去一个卖很多日本商品的一个aeon 所以你要讲可以真的可以体验到日本啦 我是觉得完全体验不到 只是你可以买到日本的东西咯 but which i believe 现在online都可以买得到 而且它的药妆区那些watson 大部分都可以买得到 我觉得 好像都有看过这样 这个纯分享 如果你们真的觉得很好奇下去看呢 如果有时间排队的呢 可以去看看 还讲了一罐手机memory服 希望今天的影片呢 可以给到你们一些 你们觉得会很重要的information 所以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影片见 再见